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他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那在开始之前 我要先讲一个历史的事件 在1900年 这个阿根廷跟智利呢 因为边界的问题 他们产生纠纷 那么两边到最后都很积极 要准备要战争 那面对这个事态的严重呢 当年的这个复活节 阿根廷有一位主教 就公开为这个和平来呼吁 这个消息传到智利呢 智利的另外一名主教呢 也开始呼应 慢慢的两国的这个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还有这个牧师神父呢 他们除了努力去调解 这个双方的冲突之外呢 也祷告神能够去化解这个冲突 最后就掀起这两国和平的运动 一直到1902年 双方就同意停止战争 然后寻求这个和好 后来呢 他们在两国相争的那个山顶上面呢 就放了一座铜像 那脚下就磕着三颗风 石颗烂 那阿根廷和智利人民 在救主基督脚前所立的盟约 是永不改变 是的 那一座铜像就是耶稣基督的像 他们又在脚座上面磕上了 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这是出自于《语谱所书》二章十四节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 除了让人可以跟神重新和好 让人重新得到救恩的盼望 他也要让人跟人之间是可以和好 除去那个差异 除去冲突 还有除去那个憎恨 而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这个职份也已经交托给我们 我们基督徒有带领人认识神的这个职份 也有消除人跟人之间那个纷争的责任 我们应该是和平的这个制造者 我们应该是要很真心能够期望 看见有一个和睦的国家 和睦的社会 还有一个和睦的教会 这个态度是我们不能够去变更的 其实这一阵子我们所经历这个美国冲突的事件 我相信不管你是什么立场 很多人都会愤愤不平 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去警察局 去消防局给他们送暖 那也有这个弟兄姊妹去参加抗议 去表达一些的诉求 我们都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观点 我们应该彼此去尊重 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 我们身为基督徒 关心政治是好的 但是我们花的时间跟努力 并不是要试图去说服 或是去斗垮另外一方 我们应该把那个努力放在 帮助两派 能够更多相互去理解 能够寻求一个共识 寻求公平 然后寻求和睦的这个工作上面 就好像1900年那一批基督徒 所做的一样的事情 当然在两派相争的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可能成为某一阵营的人 会比起我们站在中间 去做那个协调的人 或是那个和睦的人 要安全的许多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做一个很公义 很正直的那个协调者 或和睦者 会有一个危险 就是很可能会被两派 所讨厌所记恨 因为他必须对两边 都要能够说真话 才能够带来真实的和睦 但有时候呢 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学习 经历这个耶稣 十字架的那个功课跟道理 想想看 耶稣 他是这个西律跟比拉多 共同的敌人 但是很特别的是 圣经也记载 因为他的缘故 也间接地造成这两个政客 最后化敌为友 其实这个就是耶稣的道路 很艰难 需要牺牲 但主耶稣既然是这样的话 身为他的门徒 我们也应该是要这样 事实上就在这些 从国家大事 到厨房小事的这些冲突当中 更能够看出 我们是否真的明白 神所托付的那个职份 今日基督徒有时候会忘记 我们是和平使者的身份 所以当外面的动荡 产生的时候 我们连教会里面 也会产生影响 但是我们真是希望 更多的盼望 去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说 在民主党里面 我相信会有基督徒 在共和党里面 也会有基督徒 那么是否有可能 这两派的基督徒 能够站立起来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神所托付 给我们这个职份的缘故 能够一起去寻求 整个公平 那个和平 能够实现在 这个社会当中呢 就好像 这个1900年 那一批的基督徒 不管他是在哪一个国家 虽然这两个国家 是对立的 但是他们却愿意 起来去寻求那个和睦 寻求那个真理的 那个看见 然后对整个政府 对整个世界 去发挥那个正面的影响力 我想这个是 我们特别是在 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基督徒 更应该要去学习的 一个功课 所以弟兄姊妹同工们 我们要常常去思想 我们在身上 这个使人和好的 那个职份 尤其是现在 这个社会 这样对立 激化的时刻 当然我们需要 把这个公平 这个公义 要能够伸张出来 但是也要记得 我们最后 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应该是要让人 去与神和好 而且要与人和好 所以我们真是 祈求在我们 每一天的祷告的当中 我们自己去提醒自己 我们也去为 从在上掌权的 到社会上 每一个阶层 每一个这个 不同立场的这些人 我们都要为他们来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不管是川普 不管是这个警察 不管是抗议的人 甚至我们说这些 要趁火打劫的暴霉 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 都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 真的是在神的面前 去寻求与神 和睦的那一个心志 我们才有办法 能够带来与人和睦的 那一种的努力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当中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祷告 求主这是让我们 能够继续来兴起 祂的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 真的是给我们清晨 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让我们 在每一天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重新去反省 我们自己 重新能够在这样的动荡 在这样充满冲突 对立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对焦 我们能够先来仰望耶稣 能够先来明白 主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和好的职份 这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里面 我们能够维护主你所宣讲的那个真理 我们能够维护那个公义跟公平 我们也能够维护那个和睦 这是能够愿意 能够透过我们 透过你自己的教会 能够真的成为这个世界一个很好的守望者 能够将透过福音 能够透过基督教会 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 一个福音与行为相称的这样生命 真是能够去影响这个社会 特别在这个时刻 我们真知道 这是给教会的一个机会 甚至给教会的一个使命 特别在冲突的时候 人们这是需要一个安定的力量 而主你这是让每一个教会 都能够站立起来 能够成为那个安定的力量 愿主你继续来使用我们 这是我们也特别 这是为了在上掌权者 到每一位抗争的 到这一些 不管是趁火打劫的这一些的报名 也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再次线上祷告 这是透过圣灵的工作 将这悔改的心 领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是知道 只有我们在神的面前降伏下来 我们愿意去在神的面前 对付我们自己 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 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能够产生与人和睦 这样的一个心智 主愿主你继续来怜悯我们 继续来帮助我们 也继续你的话语 继续来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奉好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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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 s